對 現在已經7點20 你看 歐洲就是 太陽還沒有下山 所以他們就是 春夏的時候日照很長 然後這邊因為都是大樓 對 我突然想到就是 我每次看那個中國大陸的視頻 他們都會有什麼爛圍 然後說什麼都空著這樣 然後很多人工房什麼工不上 然後就欠在工作上說 為什麼你們不能不付錢就住 因為你們不是共產國家嗎 因為這邊是社會主義國家 像荷蘭他們現在是 如果你住在裡面 然後就算你沒錢 繳房租或房貸或水電什麼的 他不能隨便趕你出來的 他們更早期就是 那個房子如果說 超過一年還是多久沒人住 你進去你就可以一直住 然後除非到法院 就是屋主去法院申請 然後到法院說要你出來才能出來 簡單說就是如果那個房子是沒有人住的 然後你有需要 你是真的沒有地方住 你就是進去住 他不能趕你走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最簡單的意思就是這樣 像法國也是 法國是 沒有人 非自用住宅 如果你進去48小時以後 他就不能隨便趕你出 簡單說就是那個房子如果你自己在住 外人當然不能侵占你的領域 可是 因為你的房子是空著的 然後你又 暫時用不上 然後人家真的沒有地方住 他就是可以進去住啊 所以像我之前在那個 Lightway的那一個 社會住宅 我也是死不走 如果不是 他把我摔出來 然後 又把我的貓丟出來 我根本不會走 我就是跟他說我不要走 因為我就跟他說我真的沒有地方住啊 你不可以趕我走 而且你這個又是公司的房子 又不是你的房子 所以我那時候是不走的 因為我知道 歐洲是 就是他們基本的人權是這樣的 是因為 把我摔出來 在街上好不好 對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看那中國大陸的視頻 他們就講得很氣場 我想說 如果你們那麼多爛尾樓 然後根本沒有人住 沒有地方 你就進去住啊 你就不用理他 共產國家應該更猛啊 為什麼你們都不做這個事 連我來 何蘭我在那邊 我就是沒有要走 就是 你找法院 然後叫他趕我走 就說我現在沒有地方住啊 但是因為他們是男生 然後很多人 然後我才被丟出來 不然正常我是不會在街上的 然後我要講什麼 所以何蘭他們現在也還是 就是 如果你租房子 然後你真的付出錢 或是那個房子 就是他們不能破壞門鎖 可是如果你幫他換了鎖 或什麼的 反正你只要簡單說 就是你沒有地方住 然後他有空房 他就是要給你住 不是說你去侵占人家的財產 是說 他自己就用不到 你又有需求 你就是可以先用這樣 那是一個基本概念 不跟你談各國的法律事件 他的基本概念就是這樣子 你多了用不到 別人真的有缺 你就是要先給人家用這樣 所以我每次看那個中國大陸的視頻 我想說 你們到底是 你們現在到底是資本主義 還是共產主義 還是就只是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就是 就是只是有一個 有一個人管著你們 然後你們都聽他的這樣子 然後你看就很多鳥 然後現在天氣還亮亮 那像我其實我之前來 我還有在看 就是有沒有什麼空屋 可是 人還蠻精明 他們房子都鎖得很好 然後我畢竟不是那種非常 凶惡的女人 就是 像我那時候回去來 他門沒鎖 我就直接進去 我根本不理他 可是我不會刻意去破壞人家門鎖 或什麼的 對就是這樣 然後因為 這邊的那個空屋門都鎖著 我不想把人家破壞 我就把人家 我不知道欸 如果說這樣很冷 今年 應該是 過幾天法院就會處理 如果他真的沒有處理 我就 我應該就會把那個玻璃打破 然後找一間進去住 我說真的 基本上你就是不要去 人家真的裡面有住人的房間 去給人家煩就對了 但是你可以找空屋去住 他就是這個 一個概念 但後來他們 沒有說要那麼多人 又可以 請人是因為 可能 因為他們有那個 租人管理系統 他還是會盡量找一個房子給你 像我之前聽說好像有人在 海牙政府前面大概不知道幾個月 然後就是 政府就弄了一個房子給他住 就是這樣 你去要求 他是會給你的 所以他們現在才沒有說 那麼 就是你可以這麼 兇惡的就直接 不是兇惡的 就是這麼粗魯的 就直接進住 這樣子 但如果你真的有需求 沒有人幫你 我覺得應該還是可以 我說實話 對 然後我又已經過了那個十五個月 如果到時候真的沒有房子 我真的 我應該會幹這種事 我說一句實話我會 但是我要找一下哪裡 哪裡有那個 真的比較久沒有人住 而且 我當然知道像 如果他們要煩你 就算本來一年沒人住 你一進去住一天 他可能就馬上跟你說 好有 會找理由 但是 基本上那個概念 如果你知道是騙你 就還是可以擄一擄這樣 或是他 基本上就是一個 商辦空間的話 就更沒有什麼好講 好了 沒事